水壩影響到原本魚類的生長環境 因此為了要保育生態 他們特別設計了兩種不同的魚道 希望能夠作為中上游的連結 小朋友捲起庫管 拿起肥料的直接下田來操作 剛剛示範的教學呢 現在呢 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這種比較枯黃的葉菜呢 過去除了堆肥之外 到餐桌上可能只會被丟棄 不過現在也可以變成雞的資料 翻轉概念新思維 世界翻轉中 帶您認識新世界 本香港的風景 背心有很多 很大的手 畫出來 〈千萬三〇〇〇〇〇